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丧师和弟子不是一种官员与仆人的关系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是的 修心就是 这是一种转变过程 彻底根除各种脑人的情绪 我们一定得经过学习 知道经由修心的方法 我们有能力 有力量 面对各种烦恼的升级 另了之不仅一己 无一例外之众生 皆忘离苦得乐 在了之后 修辞自他交换法 祈愿众生迅速脱离一切痛苦 得获真正快乐 旧姻缘 一切众生 皆是三世父母 过去是成为我们父母 现在是为我们父母 未来是极可能成为我们父母 所以从怀感恩心出发 培养我们善心 及掌养图体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你拥有它 这不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 葬文当中的慈悲与智慧 这两个名相很好 意义很深 凝结 悲心的凝是心 结是主要或王 所以悲心就是心性之王 血乐 智慧的血是心 乐是最卓越的 因此 因此智慧就是最卓越的心 生命旅程 会遇上许多困难 但不论有多少苦 重要的是 回首曾经圆满的一切 并坚定地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 这会帮助我们的心 这会帮助我们的心 平稳下来 不管持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代表色身 两只手代表方便和智慧 这是拜时会代表 其他时候不一定 有时两只手做坏事 那时可能就是魔鬼吧 一个是魔 一个是鬼 但做善事时 两只手代表了方便和智慧 两手合起来 具备了方便智慧 双运卫生起到开启 开启者稳固 稳固者更加增长 合掌代表这么好的缘起 感谢观看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依照佛法的道理 要保持着慈悲 要重视慈悲 依照慈悲修行 利益他人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依照慈悲来进行 同样 我们依照慈悲 待人处事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面对嫉妒 傲慢等等 反而我们把嫉妒 傲慢 当作非常珍贵的 我们若是抱持这种心态 还不如一个非佛教徒 我们愿意 靖子 他人 在我们身材 但我们也不会 不得保持这种心态 我们愿意 为 帮助膜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整个人 丧失他或他的内在功德品质 你会渴求他的加持 那么为何你渴求这些呢? 因为这些功德品质 存在于每一个众生之中 但是因为缺乏心灵的修辞 你无法发现它 现在通过这些老师和上师们的教导 指示和建议 你将这些开示运用到自己内心中去 我们所有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 彼此间有非常强的依存关系 而事实上 我们之所以共用这个世界 乃基于彼此间有强烈业力的连结 所有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捐来自于他人 即使你傲慢地认为 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你的傲慢 与优越感的本身 也还必须仰仗着他人的存在而有 优优越感的本身 尊圣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喀玛巴尊者 以其无量的悲心 为世人广演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一如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世间一切众生 都是法王喀玛巴心中 不能舍离的清卷 带领大众同出苦人 是法王身身世世 对众生的誓言 我们身与意要行善 但要以发心为前导 才能真正行持实散 光是身体 不造恶是不够的 这里的重点是心 随时看着自己的心 随时照顾自心 佛陀说 自己是自己的救护 自己的未来 在自己手中 就看自己怎么创造 在自己手中 在痛苦时,要如何修行呢? 我们不应沉溺在自身的痛苦中 要时常思维别人所受的苦以及他人 也如同我们一样有各种痛苦 并且想想要如何帮助利益他人 这么去做时,自我的苦痛就会减少 人生很辛苦,但抱着美丽的希望很好 希望大家要做一个很好的人 这是比较重要的 宗教只是一个名字 重要的是人性、品德、对生命尊敬 这是最基本的 没有这些就谈不上宗教了 是的,你听说话 菩提心代表全然毫无保留的 愿以极乐患他苦 并以坚定的决心、信心、勇气 为众生的解脱与利益而付出 感谢观看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互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之夜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4月23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岭 逐围六十支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 633 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之夜 曼疏势力中心 观音的慈悲 浦门品 开课通启 日期4月27日起 至6月15日子 共8堂课 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 授课老师 陈和铭老师 因缘难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 康陵路三段99下 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把身与义全用于实修殊胜的法教 听闻的人们啊 这是你们所能从事的最美好的事物 在不变的因果法则之下 我们的行为 语言和思想 决定了日后 所要经历的快乐或痛苦 如果行为之称的称感 倾向不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在轮回的下三道中受苦 如果称感 倾向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能够从轮回中解脱 并在一生中 正悟成佛 抉择显而易见 让我们避免痛苦之因 确保获得安乐 如果你在佛法新圣之处 投身为人 遇见一位具有成就的上师 并把上师的教导 付诸实修 那么将使今生 及未来的生生世世 获得无限广大的利益 你将了悟 世俗的纷扰 把你执求在轮回的牢笼中 而升起一股 渴望从轮回牢笼中 解脱的强烈欲望 此刻 你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一条通往解脱道 另一条则通向轮回六道 经典有云 生是能够引导你 渡往解脱彼岸之船 生是能够让你 沉入轮回无底深渊之时 生是邪恶的仆役 也是善德的仆役 正如一块清澈透明的水晶 会折射其之脱的颜色 我们的心意 也决定了行为的善或恶 因此 选择正确的道路 把我们的行为 语言 念头 导向佛法 是很重要的 初学者 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培养善的串习 消灭不善的串习之上 在佛陀注释期间 佛罗门 罗伯绝多 以每日记录的方式 来提高警觉 测量自己进步的程度 每天傍晚 他把黑色 白色的软石 分成两堆 每一粒黑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 生起的每一个恶念 或犯下的每一个恶行 每一个白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 生起的每一个善念 或从事的每一个善行 刚开始 黑软石堆 远高于白软石堆 但渐渐的 两个石堆的高度 趋于平等 最后 由于他坚持不懈 他达到 只有白软石堆的境界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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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